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以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人生如奇 时局者升 破局者存 掌局者赢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卡奈基曾说过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取决于他的专业技术 另外的85%则要依赖其人际关系的质量 所谓掌局者往往就是人际高手 而人际高手就是让人舒服 知深浅方可心中有数 懂进退才能冷暖自渡 有分寸方能行为有序 知深浅是一种能力 中国人一直很讲究一个度 常说的过犹不及就是这个意思 多了少了都不好 所以说万事须讲度 率性而为不可取 急于求成事不成 心慌难则路 欲速则不达 过分之事虽有利而不为 分内之事虽无利而为之 视为度 这个度其实就是分寸 也是人生当中最难把握的两个字 人更应该懂得分寸 一些人之所以能够一路顺风顺水 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聪明勤奋 也在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 他们懂得什么叫恰如其分 什么叫不偏不倚 什么叫见好就收 一句话 他们能够把握分寸 做人做到恰如其分 是最高境界 事实上 把握好了人生分寸 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做事做到恰到好处 也是人生的一门学问 狼牙榜的静妃娘娘 可是善解人意的 绝佳范本了 皇后刁难会妃 静妃想帮忙 却被皇后说 医女出身 不配抄写佛经 尽管受到羞辱 但静妃没有上感着争辩 后来皇上听闻这件事情 问静妃 听说今天去郑阳宫请安时 皇后当众羞辱了你 静妃淡定地否认 又是谁嚼的舌头 皇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 我这个做妹妹的 还真的计较不成 不得不说 静妃实在高明 显然皇上已经知晓此事 并且当面询问 自是站在自己这边 皇后又是后宫之主 高高在上 她的权力 很大程度上 就是皇帝赋予的 如果这个时候天有加醋 不但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了 还打了皇帝的脸 做人之深浅 就是要了解事情的 态势走向 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 也要清除自己的位置 在方寸间 感知他人悲喜 避免无处不在的人际危机 在谦卑中 默默积蓄能量 让自己生长成一棵大树 懂进退是一种智慧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三国演义里谋事那么多 谁最聪明 周瑜 诸葛亮 司马懿 郭家等一众耳熟能详的能人 全部被提名一番 有一个回答 却是贾许 称其不险山 不漏水 但是识时悟 知进退 善其身 得以在水深火热的曹操集团里 安享晚年 贾许原来是董卓手下谋士 见董卓难成大事 他选择离去 辗转成为张秀的谋士 后来对于曹操与袁绍 伸出的橄榄枝 张秀举棋不定 贾许替其分析了长久利弊 虽然目前援军兵力大有优势 但是袁绍为人不行 走不了多远 于是 脱靠了曹操 曹操是爱财惜财之人 几乎重用了贾许半辈子 纵观古今 能在职场如鱼得水的人 大多都是懂进退 能进退 善进退 看过孙洪雷主演的电视剧 半路夫妻 里面张绍华老师扮演的老太太 在临终前说过一段话 大意是 婚姻就像两只刺猬 依偎在一起过冬 靠得太紧 扎得疼 离得太远 又很冷 只有两个人都拔去一些刺 这样才扎不疼 也不冷啊 是啊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不存在谁怕谁 谁强势或弱势 而是懂得 宁可扮演书家 也不去打败自己爱的人 最珍贵的不是一时输赢 而是身边的真情 不仅是对待爱人 对待亲人与朋友 也应如此 在发生矛盾时 如果不是原则问题 不妨主动地让一步 退一步 也是给爱 让出一条路 不是每件事 都要分个输赢对错 赢的一方 即使赢了结果 却输了感情 死成到底的人 最后都成了孤家寡人 情比理更重要 懂得让步的爱 才能走得更长久 进退无非是一种选择 但选择本身 就是一门人生的大学问 进要进得巧 退要退得妙 正如曾国藩所言 人生之善指 可防危境出现 有分寸是一种素养 有人说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 人际交往 懂得遵守 人与人之间 必要的距离 有分寸感的人 说话得体 做事留有余地 让人感到亲切 但又不时尊重 自在 却又并不疏远 达到一种 淡妆浓膜 总相宜的境界 老话常说 做菜讲究火候 做人注意分寸 做人要懂分寸 要深知 一言一行的重要性 王僧前 王羲之 四世祖孙 书法极好 当时的皇帝 齐高帝 也喜欢书法 二人常常一起 练习书法 一日 高帝突然问 王僧前 你和我的字 谁更好 王僧前 不禁虎去一阵 若说 高帝的字 比我的好 是唯心之言 有溜须之嫌 若说我的字 比高帝的好 会失了皇帝的面子 自己的日子 说不定会不好过 他想了一会儿 巧妙地说 我的字 臣中最好 您的字 君种最好 皇帝听了这话 嗅到了 王僧前的话中之意 大笑起来 此后再没提过此事 有素养的人 总能换位思考 恰如其分 不越界 不渝局 学者周国平也说过 懂分寸 是一个人 成熟的标志之一 记得道德经里说 天下之道 损有余 而补不足 人之道 损不足 而奉有余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其唯有道者 意思是说 天道的特点 是减少 富人手里的东西 而去补给 那些贫困的人 而人道 则是相反的 是逆天道而行的 大家都去巴结富贵的 都去采取 那些贫穷的人 因此人都是在逆天而行 幸亏我们还有天道 上帝之道 为准神 唯有天道 才是最公平的 在池的命定中 掌管了天地万物 及人类运行的大规律 维护世界的公平秩序 不是吗 人生在世 方算和规矩 是每个人心中 不可或缺的一把尺子 里面藏着一个人的底线 与原则 一个人有原则 有规矩 才能内心方正平静 原则不是不同人情 也不是对外界的敌意 而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规范 在这乱花剑语 迷人眼的世道 愿我们之身前 动进退 又分寸 在各种关系中 方圆有度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